我就是早上的時間 我就去買菜 買一些要用的 整理好 我太太再接下去 台灣的男子為什麼會去 娶這些東南亞籍的 或是中國大陸籍的這些配偶 來作為他們終身的伴侶 大概有兩種不同的經驗 廣泛的來說 一種就是在台灣本地 他的經濟條件 教育條件 或者說他的本身身體條件 比較弱的 這個通常我們就稱他是一個 沒有選擇之下的選擇 那時候也是很亂 到底取好還是不取好 也是會考慮的 到最後有一個朋友 就是介紹婚姻的 那時候就婚姻介紹了 就是看綜藝對方 帶出去玩 玩兩天 三天 然後就決定了 就到社外婚姻去結婚 他就說他是寫字畫畫的 我想說應該是不錯 就是說婚姻市場上面 一向有一個很不平衡的 一個性別的分界 就是男高女低 女人想要嫁好老公 然後男人想要娶 比他學歷低一點的老婆 所以事實上台灣會去 娶外國女性的人 是有非常多的種類 他可能在市場上 有各種不利的因素 在結婚的市場上面 有各種不利的因素 如果就雙方追求來講 第一個最簡單的就是 他不善言辭 他不知道如何跟人互動 尤其是跟女孩子 我這個兒子 就是說學歐他不會去高樂女朋友 他就是這樣我把他帶去那裡 帶這個冠軍食材 帶這個董 就是看到他就可能 有那個緣分啊 綜藝啊 就叫沒人去辦結婚了 看到他的時候 那時候看比較也是白白的 高高的啊 蠻不瘦啊 還有勾矣啊 他話不通啦 可是他那時候蠻比較帥的 這樣就老了啦 我那時候也有那種心理抗拒 就是說好像是 我在台灣娶不到老婆 我才要到 才要娶外籍新娘 才要跑到中國大陸去 或者越南 印尼那邊去娶啊 但是其實也不盡量啦 有時候人的緣分啊 而且個人的標準不太一樣啊 但是我比較反對 這個所謂的仲介婚姻 我們是仲介公司 接受我們過來的 還不錯啦 家過來啦 所以剛我們過來的時候 真的是生活條件 是比我們大陸好啦 婚姻終界的部分 就早期的發展 有很多都是屬於我們台商的幹部 因為他去那邊結婚 那他後來發現說 幫別人介紹 幫台灣這邊其他的員工介紹 那介紹多了 介紹這個過程 或許賺一點手續費 那也是合理的 那剛開始的時候 都是比較屬於個人式的 這樣的一個婚姻介紹 那後來就有一些人 就是屬於那種 國際婚姻仲介公司 他的介入 因為這方面真的是蠻好賺的 有很多人其實他不願意 因為他也是很擔憂 因為他看到別人的婚姻經驗 他並不是那麼如他的意 但是有一句話說 很多人他還是去讀 那這個過程就是說 他是自己選的 那我今天是選到什麼樣的女孩子 他有一些任命 我是去挑回來的 我是去挑回來的 也是需要有那個勇氣 也不知道是到底 到底是好是壞啊 也是說那個 也是一樣在跟他賭一樣而已 啊 對啊 來